欢迎来到政治,我是秦耀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新闻,请看一下 这是我见过最开明先进的马来网红 为什么这么讲呢? 简单一句,就是他言人所不敢言 在今天他自己的这个抖音账号里面 他就直接表明了 实际上废除误打字 对于我们全体马来西亚 包括马来同胞 实际上是一件更加好的事情 这件事情不应该仅仅只是在运动赛场上这样去推行 而是应该把它普及到教育跟经济的领域的 为什么会这么讲? 是因为近期大家如果有关注奥运的话 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马来西亚得到的两面铜牌 而在他的这个说法里面 这两面铜牌实际上都是由这一个华语所拿到的 对吗? 一个是由李子江 然后一个是由我们的这个南双谢树主 那为什么这几位可以拿到这么优秀的这个成绩呢? 主要就是因为在运动的赛事上 实际上是没有固打字的 并不是讲说羽毛球员必须要有一两个位置 是特定留给这个竹筑 我们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局限 所以在运动赛场上谁的能力更好 谁就直接上去 也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坚持到说呢 我们代表马来西亚的这些奥运选手 就是我们能排出最好的选手 这不分跟他的种子 实际上也因为这一点呢 让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些奥运选手 他们愿意从小就开始练习 然后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最后去到奥运赛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实行固打字的话 那请问还有多少人会愿意从小就开始投资在这项运动里面呢 就算是你满乡热血 就算是你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人才 罕见的人才 但是如果有不打字实施下去 你也知道不管你再怎么努力都好 你打破不了互打的这个囚牢 他也借此这个影片呢 其实有很大力的去称赞所 这也证明了 其实你看到在运动赛场上 华人拿到这些奖牌 证明华人对马来西亚有贡献 而且在这个领域上 你看基本上是部分种族的 大家都支持这些羽毛出源 支持励子家 支持这个邂属组合 那为什么去到了教育跟经济领域上 我们不可以有一样的这种想法呢 为什么不可以把故打字去除掉 然后不管是谁的能力较好 我们就全力的支持这些人 这就是他要表达的完整论述 那我看到在他自己的 这一个抖音账号里面呢 基本上是获得了绝大部分 三大民族的这个认同啦 当然有一个这样子的可能就是呢 那些不认同的人 可能他们也知道 这一个是确实是其中一个真相啦 但是却不舍得或者是 仍然是不愿意呢 要去杜朗掉这一部分的这个权益的啦 so 实际上我看到了这一番言论呢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啦 废除误打字 或者我们但凡触碰到这种马来人特权啊 土著特权啊 很多人会认为说 其实马来西亚是不可能有一天会把这个东西所废除的 ok so 我不知道这边你怎么想 你觉得这样事情有没有可能废除呢 如果你觉得可能你写一个误误误 你觉得不可能你写一个奇奇奇 我的看法是呢 只有一种可能会被废除 也就是呢 这一个废除不达字 提出的人和执行的人呢 必须是由马来人自己下手 ok 我们讲说 华裔还是非穆斯林呢 往这一方面的追求 如果我们追求的越大声 我们推的越大力呢 其实只会被让大家或者是穆斯林群体认为我们在威胁他们的权益 我相信这件事情呢 已经上演了无数次 哪怕是我们真的认为这样子做呢 是对全体马来西亚人民好 对他们马来群体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管怎样做啊 总会有很多的政客把我们标签为是假想 但是大家想想看啊 如果是出现了更多像这位马来网红的人出现 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呢 其实不达字这样事情 不只是对于种族上的一种不公 而是真正的侵害到了这一个马来同胞 还是穆斯林群体本身 让他们缺乏竞争的意愿 让他们长期就是活在一种太安逸的这个状态 唯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才有可能把这一个生殖在马来西亚 整60多年的一个制度所改变 所以这样事情呢 我认为没有什么好讲的 也就是如果你要改变一个 在马来西亚更生已久的一个制度的话 你唯有有大多数人去进行打破 这一点不懂有没有让你想到 在近期孟加拉所爆发的那个暴动 也就是他们大部分的人 想要去推翻掉政府所制定下来的公务员 护打制度 那时候我已经表明了很清楚了 你想要推翻一个更生已久的这个制度 唯一一个可能就是 它必须是由大部分人去推动 而在马来西亚的大部分人指的 就是穆斯林本身 不懂你认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欢迎下面留言 我知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